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有多强 父亲掏出一把RPG 二话不说就射向了亲生儿子 而随着导弹一点点逼近 一股熟悉的感觉 突然从少年体内涌出 这下不止儿子 就是所有人都信了 这才是陆地神仙的真正力量 也不怪父亲心狠 主要是瞒着儿子太深 导致儿子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真的很厉害 自从大学毕业以后 父亲就将他牢牢锁在了后山之中 每天练的是九龙护体 却告诉他练的是广播体操 吃得千年野生 还说是路边捡来的萝卜杆 每天可谓是费尽心机的骗了诱骗 直到练习两年半后 少年随便释放的一点气息 都足以让野兽修炼成型 甚至还达到了前五谷人的九重天境 只可惜 这些东西少年并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吧 千金结婚 然后联蒙带骗地说 现在家族衰败 只有五王府才能救家族于水浒 如果不和对方结婚 恐怕只能等着给大家收拾了 天儿 你如果真的不想救 那我就不勉强了你 明天遇到隔壁的王母家 打一口大碟的棺材 给我全家人躺进去 咱们一大家子了 真的起一枪了 那就苦了你这孩子了 是吧 行 行 我剧总行了吧 面对着几位老狐狸 少年又一次被骗 答应了下来 临走时 三叔还塞了张黑卡 说这里没多少钱 一定要再必要实在话 然后二话不说 将他踢出了家门 可惜了少年 到现在都不知自己的父亲和叔伯们 个个都是宗师静的强者 第二天 少年很快找到了五王府 但不出意外的没能进去 而他 已经是今天第六十个 说自己是未婚夫的人了 大哥 你通融一下 让我见他一面 我真的有急事 什么意思 小小星 你别客气 客气 你跟他羞辱老子吗 真的不能再多了 我腻吗 少年的护体 又岂是一般人能够接近两个 少年有些懵 还以为对方这是要碰瓷 二话不说就准备开溜 然而这一幕 却全被千金唐武看到了 到了夜里 唐武偷偷找上了少年 趁其不被知己 当场就要测一测实力 可谁知道的是 自己却被震了个经脉锻炼 小龙护体 你是陆地神仙 我去 那就是小姑娘 怎么在听我 谁把你打成这样子 什么情况 这地方不干净吗 我现在离开这个雄神之地 等再次醒来后 唐武整个人都傻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只是一个护体 就证得自己浑身内力无法运作 看着呆头呆脑的少年 唐武多少还有些戒备 可谁知下一秒 少年只是轻轻按了下穴位 整个断裂的经脉都复原了 流氓 你打了干嘛 我的手 经脉经断 你怎么治愈 这就好了 你刚刚表现那么严重 不会是装的吧 你也想炸我 什么 唐武有些懵了 但少年却说 这不过都是他在家给父亲按摩的手法吧 更是气得唐武一句话说不上来 你有病吗 我问你功法 功法 什么功法 啊 我倒是练过半年广播体操 行 广播体操叫什么名字 龙象无极功 龙象无极功 那你练到第几重了 第九重啊 第十重的动作还有点难 我还做不了 你先出去一下 干嘛 我换衣服你要看吗 可以吗 我好吧 滚 房间的钱还是我 我扶着你 做尊 喂 爸 我问你个问题 龙象无极功 练到第九重 是什么时间 哈哈哈哈 当年我大夏之尊 是练到的意图 对我至今都是大夏之助之一 你说是什么 千年来从未出现 我碰到一个九重的 而且 他只练了半年 什么 绝不可能 九重这已经是陆地神仙了 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命之人 人在哪 他就这么做 还说 又娶我 那还等什么 赶快回家拿户口本啊 那个应届毕业生进来吧 没事了 没事你就走吧 我要睡觉了 你觉得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配得上我 发个好日子 咱们把婚姻进 但作为交换 你必须 等等等等 你是不是伤动的 跟我说是跳啊 什么 你不是要娶我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了 我已经有婚姻了呀 谁 他不是我 唐武啊 知道不 唐氏集团 女总裁 好 很好 但是 那唐武 仙女下凡 天资卓绝的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呢 哎 我非他不娶 还挺专情 非唐武不娶是吧 行啊 我听说唐武会出现在明天唐家举办的招商酒会上 你可以去那儿帮我愿起 真的 当然 但是能参加的可都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人 身价最低也是千万几个 你有吗 千万资产 我全身只有三十块多 没事 你要是想挣钱的话 我可以帮你出个冲 什么冲啊 这些话 大下手不将 悬赏实地寻找神医 你哦 我知道了 你要我给你去诈骗 诈什么骗呀 你刚才不是把我都救回来 放心 他也就是点小疾病 明天 明天唐武很有可能在京都的新年财政中 挑选自己主义狼兴 我就问你去 不去 哦 不去啊 那唐武可就要选其他人了 要不去试试 毕竟全家人都指望我了 我也不能白来一趟 怎么样想好了吗 先说好啊 没法乱记的事 我坚决不做 去了能治就治 不能治你不会溜呢 也对 那我就不理解 事不宜迟 明天我去带你住吧 谢谢啊 你让还怪好了 好了 你先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好 等等 这个房子是我花钱住的 为什么我出去 我没带身份证 你要是不出去的话我就忘记 大不了咱俩一起躲好 你 见证不怕吴天 长得好看的你 怎么都这么喝 谢谢你 不想 你出去 明天 我要是不带你去 你就挣不到钱了 挣不到钱的话 你就挣不到 你心心念念的糖 我其实 我俩是一梦 我也不然 不能再开箭房了 哎呀我真没钱了 行 我睡床 是病 再废话 放假 墨里的群 这陆地神经的快算 真的不要钱了吗 要不说无知的人都好骗 在唐武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找到了江家灵堂 江家主身患绝症 已经足足死了三天之久 整个国内的高人都找了个变 却没一个能治好家主病的 而这也苦了女儿姜如 招什么急啊 糟糕了 你们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齐天事宜到岗 严了就得下岗 棺材板都快合上了 你管这条小毛链 二位 我们江家是有钱没错 但不是傻子 在行骗之前 请先考虑好后果 哦 简的 江如 你想不想救人 不想救 我们现在就走了 江小姐 你得擦亮眼睛 两个如初卫干的小屁孩 竟然敢描述天地常文 都是江湖骗法 行啊 那我们换个地儿骗了 等等 就 大学姐 我们齐天事行 有规矩 先交钱 后本身 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吧 好 可以 钱给你 小天 这张卡里有十个亿 密码是六个零 但 要是没救 哪怕是天涯海角 我也有信心找到你们 碎尸万段 放心 我们齐天事出手 就没有救不活的人 齐天事 该你出手了 郭奶奶 死人的钱你也敢骗啊 我拿什么出手啊 我住病得了我 啊 不就 那不就承认咱们是骗子了 那要是 跟江首夫葬在一起的话 也算是咱们八辈子修来的福分了 逢年过节 还能凑点香火钱 你 我 哎呀 等会你就凑合那么一句 然后咱们就 你们两个 打算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 谁说我们装模作样了 我们刚刚 不过就是商讨了一下治疗方案 对吧 今天是 是 那就开始吧 请 关键 杂质啊 对了 先把脉 你死人把脉 你看看你自己在做什么 江小姐 你看 这不是骗子 吃什么 小子 你胆子真大呀 我现在去 闭嘴 他从事实际 终于人情 进度什么时候 来了这都要 让 齐天师继续 请 齐天师继续 这都要 这都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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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走吧 齐先生 若您需要什么仪器药材 您尽管开口 不管天上地下的 我都不惜一切代价给您找来 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你放屁 你这位自权权的啊 把马来救把死人救活去 我是说不治了 我们走吧 齐先生 是我们江家做了什么让您不愿吗 不是 真不用救了 我们走吧 那剩下的就看造幻 张小姐 钱 我就说这小子是来骗钱的吗 连死了钱都敢骗 真是败还意的丧心天亮 你没刚刚看到了希望的 张小姐 现在就把那个骗子转回来 不要了 还有那手段我也看到了 确实有些本事 即使连他们都救不了的话 那我也该接受现实 这点钱 就当拿我一个新安排 送老爷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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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病人 我尸 prison了 老爷忻病天 累兑病天